咱们这个列车是上海发往拉萨的 全长4300多公里 历时47个小时 你们能买到咱们这趟票非常幸运 因为咱们这趟列车进藏县里面 是比较非常好的一条线 咱们这条线下的很多风景都在白天 你们明天都可以尽上到很美的风景 今天晚上咱们这趟车9点钟到新宁 大家记一下 新宁是一个关键点 因为今天晚上你们在新宁提前收拾好行李 要咱们要换衬 到了新宁站 然后咱们提前收拾好咱们的行李 然后同标在咱们的旁边 有一辆有氧列车在等待着我们 我们就提前收拾好行李 对应的车厢号 对应的座位号 我们搬过去就可以了 搬到那个车上 那个车上是供养的 只有供养列车才可以去安萨的 咱们这个车没有供养口 新宁它是咱们天路之行的第一站 这里的海拔2200米 不会出现高分 大家不用担心 但是从今年开始 咱们就算是正式进入了 咱们的这个青藏高原了 这里给大家详细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高反 高反是咱们人体 快速的从这个低海拔 进入高海拔 3000米以上的地方 人体会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 不是这种 这个就叫咱们的高原反应 高原反应是咱们高原上的 一种常见病案 它的表现有很多种 失眠 我去呕吐 腹胀 腹泻 感冒 发烧 头痛 还有严重的胸脉气的呼吸困难 还有一些废气种 这些都属于咱们的一个高原病 高反表现案 这边呢 我先去给大家讲 我刚刚说的 西宁是咱们天路之行的第一站 西宁过了之后的下一站 叫格尔木 格尔木这里是咱们第一波 最容易出现高反的这个地方 格尔木呢 它停车25分钟时间 为什么停车这么长时间 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咱们格尔木 很多咱们旅客都没听过这个地方 格尔木呢 它是咱们青海市的一个市 非常小的一个市 它停车25分钟时间 是给我们旅客 聊聊一个足够的时间 去做一个调整 调整什么 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咱们格尔木的海拔 是2800米 这里就是咱们高海拔 3000米的一个开始 这里很多旅客 会出现一些轻微的高反 尤其咱们坐在硬坐的小伙伴 你们没有经过一个 很好的休息和睡眠 会最容易出现 这个高反的一个表现 咱们到了格尔木呢 会出现一些失眠 不胀或者食欲不振 今天晚上我给大家说了 今天咱们跟早上 很多咱们的小伙伴 在这里调皮啊 又唱又跳 今天晚上咱们要好好休息 明天呢 今天咱们就是 适量运动啊 千万不要跳了啊 明天你们也唱不动了啊 也跳不动了啊 因为咱们明天早上 已经到了高海拔 刚才我给大家说的格尔木 对不对 大家记一下 那是第一个最容易出现 高反的地方 25分钟时间 是给一些咱们体弱的 和一些容易出现 严重高反的旅客 有一个足够的时间做调整 如果你们担心自己身体的啊 咱们可以选择 在格尔木下车啊 剩下的旅客 咱们可以继续上拉档前进啊 明天早上啊 关键点来了 大家注意听啊 明天早上 你们起床 睁开眼睛8点多的时候啊 你们已经看上了 咱们这个5000多平方公里的 坑口序里无人区啊 那个时候呢 你们一睁开眼睛 海拔在4000多米 然后又听了点 经过两个晚上 没有好好休息 你们明天早上 最容易出现的高反表现 头痛是一个 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啊 头痛非常明显 所以说明天早上 给大家说出一点是什么 多喝热水 多吃热饭 多吃水果 多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 这些呢 是减轻我们的肠胃负担啊 然后让我们的肠胃负担 尽量的稍微减轻一些 如果你的肠胃负担过重 你会更容易出现 肤胀肤痛这些表现 会加快了你的高反的一个表现啊 而且呢 明天早晨呢 咱们这个外面分线比较好 如果你的高反不是很明显 咱们不要长时间的失睡 可以大家站起来啊 走动一下 提高一下你的新险代谢 因为咱们在这上 这个车厢呢 也是有限的啊 咱们一直坐着 今天那些很慢 这些对咱们身体来说 都是不好的 都是在加快了 我们的高反的一个表现 明天早晨 大家起来啊 可以拍拍照片 新险下美景 还有我刚才说的注意事项啊 因为呢 咱们紧接着11点多 要到我说的啊 咱们这个该到咱们第二波 最容易出现高反的地方 11点多 咱们将要明天到达 咱们这条线的海拔最高点 这里叫咱们的唐古拉山 明天咱们将要翻这个唐古拉山 唐古拉山的海拔 有人知道吗 有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吗 唐古拉山海拔 5000多 5000多米啊 明天到了咱们的唐古拉山 我给大家说一下 最明显的啊 咱们吃的用的都会出现高反 比如说 你们带的这个 蓬化食品 薯片啊 明天到了这个唐古拉山 就会蹦爆开了啊 还有你们呢 带着这个洗面奶擦点油 用之前呢 一定要往下磕一磕 要不然用之前啊 你不磕一下 打开盖子全都冒出来了 随着咱们的这个海拔增加啊 咱们这个基压会越来越低 吃的用的都会出现高反 人体也是一样会出现高反的啊 所以说呢 咱们很多旅客 也都是从这个低海拔 零海拔来的 一样都会出现高反的啊 咱们明天翻过的这个唐古拉山啊 平均海拔都在四千五百米以上 下午两点多要到纳曲站 纳曲呢 海拔四千六百米啊 还在四千五以上 那个时候呢 纳曲是咱们第三波 最容易出现高反的地方 纳曲海拔一个四千六 再加上咱们一个停车 随着这个 咱们的这个车呢 要开门啊 很多呀 就会随之流出去啊 咱们就会在这里容易出现第三波高反 咱们车上是 这个八 百分之八十的氧寒度 车上呢 只有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氧寒度啊 所以咱们在这里容易出现高反 而且纳曲停车只有六分钟时间 如果你想要下去抽烟的啊 还有拍照留念的 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不要剧烈运动啊 不要跑 不要跳 不要喊啊 更不要下去喊啊 我要去拉上啊 为什么啊 因为你们下去跑啊 一边跑一边喊啊 更容易会出现缺烟啊 会容易晕倒 去年六月份真的就有人在这里晕倒啊 在我们纳曲啊 一边喊一边跑的啊 然后就晕倒了 所以给你们大家说的建议啊 咱们真的想下去 适量运动啊 快速上车啊 六分钟时间 咱们最后呢 晚上咱们要到拉上 十八点四十六分 咱们最终要到拉上的 这边旅客非常多 你们订了酒店的啊 给我们这些 订了酒店的旅客啊 说一个注意事件 你们到了酒店啊 第一时间不要去洗澡啊 为什么啊 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明天啊 咱们处在这个 高反最明显的一天 而且呢 咱们到一个新的环境 人体会容易出现一个 水土不服的情况啊 再加上啊 咱们真的 新冠过后 人体会更容易出现 这些感冒等类似症状 你洗澡啊 因为这些原因呢 会更容易出现 这些症状的时候呢 吃药很难好 那个时候 可能会影响你的计划 会影响你的行程啊 也许你的拉法之行 最后不够完美啊 啊